说到狗尾巴草,其实作为在大城市奔波的我们而言,现如今可能很难在周围见到他们了。 但是我们唤醒儿时记忆时,你肯定在儿时经常在路边采摘它,顺便给别人挠痒痒,现如今,再像下这些狗尾巴草,在一些路边和荷塘边等地方都十分的常见,由于狗尾巴草在生活中十分的常见,所以很多人觉得它并不是特别的珍贵。 不过,狗尾巴草本身也有着一定的功效作用,甚至会对一些疾病问题,也有着很好的效果。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它吧,狗尾巴草能够帮助我们起到解毒力量的作用。 日常生活中,我们所吃的食物,除了一些能够对身体所吸收的营养物质之外,同时也会含有一些无法对身体所吸收的废物。 甚至如果你吃了一些垃圾食物,那么有些添加剂,或者是人造化生物成分等等,都可能会带有不同程度上的毒素问题。 如果你体内的毒素堆积过量,那么势必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,造成一定的损伤。 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把狗尾巴草入药,帮助我们进出体内的毒素。 而且在生活中,还有些人因为忙碌等而不经常喝水,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本身就患有一些泌药系统的疾病问题,从而让牌鸟出现异常问题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也可以把狗尾巴草入药,帮助我们让体内的尿液能够及时被排解出去,排出体内的废物和废物,避免对身体健康不利。 同时狗尾巴草处击排尿,生,可以排出一些泌尿器官内的细菌,从而帮助缓解泌尿系统疾病的情况。 狗尾巴草能够帮助我们起到降火轻热的作用,我们上面已经说过,狗尾巴能够帮助我们起到解毒力量的作用,除此之外,它还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起到降火轻热的作用。 特别是炎热的夏天,或者你的饮食过于稀辣,那么就很容易导致体内上火,上火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、眼睛、口腔、困扬等等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可以把狗尾巴草当作荣药进行熬煮服用,在大约几十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我们平息体内放生的火气,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热气和火气。 狗尾巴草能够帮助我们起到养肝养眼的作用,在上面我们已经介绍关于狗尾草不少的功效作用,除了这些之外,它对我们的肝脏和眼睛也有着极大的好处,比如日常生活中,有些人的肝脏火气过于旺盛,有些人的眼睛出现了视力下降、肝脏等等。 这个时候,我们可以把狗尾巴熬煮饮用,或者是放到包汤里。 这样做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养肝护肝,消除肝脏的火气问题,同时也有利于眼睛养肤,让视力变得更好。 甚至有些朋友在坏病之后,眼睛总是感觉十分的浑浊,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运用狗尾巴草会收获到一些不错的效果。 结语,相信大家在通过了对上面文章内容的阅读之后,对于狗尾巴草可能又有了新的认识。 不过,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狗尾巴草,比如有些人可能对狗尾巴会产生不适应的情况,也有可能功效并不那么的明显,也有一些使用狗尾巴草的,民间片方等等。 所以,大家在使用狗尾草之前,最好是能够咨询一下医生,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使用,别自己忘记使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